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挖马路之所以时常让民众诟病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挖完后没有好好复原。 有民众经指出台中大理区日前又有路面进行施工,但挖补路面后却只恢复一部分的交通标线,让网友看了直呼这事在玩。 台中市水利局对此回应,指先前是中华电信配合施工,将紧速派工对路口标线做整体性复原。 有网友在爆料公社贴出一张台中市大理区的路面照片,指尖该处路面在施工挖补后,施工单位只恢复道路上方某一部分的网状线, 导致路面上出现XXX图案与一旁落漆的旧网状线出现明显落差。 联合报报道,台中市水利局对此回应,指该路面位于大理区中心路一段230项及272项附近, 之前是中华电信配合水利局中心路与水下水的工程进行管线迁移。 由于该路段车流量大,原标线已剥落不清。 中华电信承包商只补上开挖那一段的标线,才出现颜色落差。 为道路安全机标线完整性将紧速协助派工对路口标线做整体性复原,使新旧标线能完整衔接。 部分网友看到后笑称看起来很可爱啊,我笑了,他有捕啊捕他挖的,还有人联想到OX游戏,说给路人玩OX游戏嘛,三个X连线赢了有奖品吗? 还有网友帮忙画出九宫格,笑称X赢了。 网友帮忙画出九宫格,笑称X赢了。 网友帮忙画出九宫格,笑称X赢了。 网友帮忙画出九宫格,笑称X赢了。